某天,有一只名叫小米的倉鼠,住在一个繁忙的城市里 小米每天都非常忙碌 他是一个上班族,每天早早的起床挤地铁去上班 他在一家公司里工作,负责处理各种文件和数据 有一天,小米在办公室整理资料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小盒子 盒子上写着,神奇的葵花子 小米非常好奇,打开了盒子,里面装满了金黄色的葵花子 每一颗葵花子都闪闪发光 小米决定试试这些葵花子 他小心翼翼地吃下了一颗,突然感到身体轻飘飘的 原来这些葵花子能够让他飞起来 小米惊喜地发现,他只需要吃更多的葵花子 就能飞得更高 小米吃下了更多的葵花子,慢慢地飞出了办公室 他第一次飞上天空 看到下面的城市变得如此渺小 高楼大厦,侧水马龙都在他的脚下 他感到无比的自由和快乐 在天空中飞行了一会儿 小米遇到了一阵强风,把他吹向了远方 他开始有些害怕,担心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一只小鸟 小鸟告诉他可以帮助他回家 小鸟带着小米飞过了高山和大海 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小米非常感激,和小鸟成为了好朋友 他们一起分享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小鸟也答应以后常来看望小米 回到办公室后,小米感到自己变得更加勇敢和自信 他告诉同事们自己神奇的冒险经历 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从那以后,小米不再只是埋头工作 他开始更多的去探索和发现周围的世界 小米心中有了一个新的梦想 他想要种植更多的神奇葵花子 让其他上班族也能体验飞翔的快乐 于是,他开始研究如何种植和培育这些神奇的葵花子 并追踪成功了 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能飞上天 他们一起在天空中翱翔 体验自由的感觉 小米和他的同事们在天空中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 他们知道,只要心中有梦想,努力去实现 就能够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从那以后,小米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欢笑的地方 大家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